人出外的时候购物 最好是带环保袋 也不要用塑胶带 台上获具表演 传达人类对环境破坏的影响 马来西亚雪龙慈禧志工 收邀到玉才华小 宣导环保 志工利用造型气球 讲解气候暖化 引起孩子兴趣 也更容易了解 他会吃自己的宝宝 跟别人的宝宝 因为很容易找 因为他搞不到十五次了 我们要教育孩子 最好的就是从小开始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小学教育就是一个 启蒙的根源 爱护我们的地球 我们可以救一棵树几多年 22年 那么今天通过这样的一个 环保活动 有话剧 有表演 那么有影片的灌输 孩子们我相信 得获了很多宝贵的资讯 那么他们回到家 或者在学校 都会立行去付出一行动 去把这个环保做到最好 我们可以就是 让我们跟其他人一起做环保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 跟大家的资讯 就把自己的资讯 慈激与校方携手合作 让环保生殖孩子心中 大约新闻者 善美志工 吕文兰 王日发中开安 马来西亚报导 OK 来